一二三四五六七 生活处处有残疾 柴米油盐酱醋茶 看似平常的生活 蕴含着深刻的衣礼 欲知详情如何 且听我和梁东为您分解 新春七天 著名中医专家徐文斌 传媒人梁东 连妹作堂 为您把脉调神 科教频道春节特别节目 新春开门七件事 柴米油盐酱醋茶 您知道在几千年的饮食习惯中 我们常吃的是什么油吗 中国几千年来用的是动物的 油脂多一点 用油习惯改变至今 又给我们带来了什么 高血脂 高血压 高血糖 脂肪肝 还加上一个钢尿酸吗 您知道吃油吃得不得当 会带来什么后果吗 会加上一线的负担 绝对不摄入油脂 我们的身体就会健康吗 不论是植物的这种油 或者是动物的摄入不足的话 你的筋就不足 过度的减肥 我们的身体会发出什么样的抗议 先张筋 后伤气 最后伤食 千万不要为了所谓 别人眼中的漂亮的你 而用一种很暴力的手段 来对待自己的手 锻炼成肌肉难 就一定是好事吗 我告诉你那些人弱不精神 老保持一种发力的状态 那等于把活肉炼成死肉 所以这种人是弃血 反而是不通的 在饮食结构中 肉类究竟该怎样定位 是锦上添花 不是主食 您知道吃海鲜 一定不能与什么同时吗 您吃螃蟹肉 还喝凉啤酒 再喝杯茶 摸着店门跳楼自杀 吃素的人到底该如何吃油 油必须得加大量 你炒素菜多放油 炒肉菜少放油 健康而又奢侈的饭 又能在哪里能吃到呢 真正奢侈人都是在家吃饭 所以我说现在 提倡健康理念 回家吃饭 电视机前的各位观众朋友 过年好 我是主持人陈陈 首先要非常感谢您 依然锁定我们BTV科教 健康大智慧的新春特别节目 向大家介绍我们两位熟悉的老朋友 著名的中医专家徐文斌老师 徐文斌 1984年考入北京中医学院中医系 1997年公派赴美讲学 20余年来师从名医大家 研习中医文化 1999年创办北京后补中医药研究所 在国内从事中医诊疗 及传统中医理论的研究和教学工作 出版有自理藏医 四季养生堂 梦与健康等著作 传媒人梁东 梁东 历任凤凰卫视主持人 节目主编 百度副总裁 2004年师从国宝级中医大师 学习中医知识 致力于传播中医养生理念 从大年30到初六 我们三个人都会一直在这 跟您聊聊这个柴米油盐酱醋茶 这柴米油盐酱醋茶 平凡之物却又非凡养生之用 像刚才开头我们放的这首 回娘家 我估计电视机前的观众都特别的熟悉 没错 大年初二就是回娘家的日子 就是嫁出去的女儿 带着丈夫儿女 还有熟食水果金八匣子 回去看娘家的时候 那我们刚才说的这些东西 其实都离不开一个油字 我们今天也要从油聊起 您家经常吃油吗 您知道吃油对我们的身体 有什么好处吗 您觉得吃植物油好 还是猪油好 吃油可以增加热量吧 好像补充那个叫什么脂肪酸吧 当然植物油了 还是植物油比较健康一些 植物油肯定是植物油了 因为植物油脂肪少啊 猪油感觉猪吧什么都吃 然后怕有什么疾病乱七八糟的 刚才我们看到小片里面 有人说觉得植物油比动物油好 真是这样吗 徐老师 现在人看见油都贬义词 脂肪这些油都是 妄恶油为首 妄恶油为首 所以说起这个油 我觉得大家应该从正确的认识 要端正对它的态度 油或者叫脂 或者叫膏 我们经常说 名字名高 是吧 这都是我们身体 不可分割的一个组成部分 就是人体离开它是不行的 在我们讲完了 五谷为阳以后 就说怎么能让人 生活得更加健康 就离不开这个油字 这个油呢 简单的分要分成植物油和动物油 那么作为汉族来讲 几千年来我们的农耕文明 我们以五谷为主 我们不是吃肉的民族 那么我们用的油是什么油 植物油 不 应该用动物油 你又吃植物 然后你又不吃动物的油 那就出现偏性了 对 所以汉族几千年来用的是动物的质 油脂多一点 用的最普遍的 猪油 猪油炒饭 或者叫大油 现代人一听 猪油什么 血脂高 胆子护身高 我说您错了 为什么 汉族几千年来吃这个东西 没有得现代人这么多得的病 为什么呢 就是说它饮食结构是那样的 正好跟它是匹配的 而且有一个特点 第一 猪油很香 我不知道你们炒不炒菜 做鱼的时候 做鱼 必须得放点猪大油 或者放点肉丁 那个鱼才香 因为鱼本身没有太多的香味 它有个鲜味 但是鱼再大一点 肉厚一点 那个味道进不去 鱼肉吃进去 就是味同嚼辣 这时候你放点猪油 或者用猪油煎 或者炒点肉丁 那个香味就能进去 而且有的人家就吃什么 猪油拌饭 如果这人面黄鸡瘦的 本身就是怎么吃五骨杂粮 都滋润不起来 而且都是柴火一样 干枯 没有润泽感 吃猪油拌饭 或者猪油炒饭 就能把它这个皮肤 皮肤皮肤啊 皮是皮 肤就是它皮下的脂肪 就能让它充盈起来 这个人如果能够摄入 这足够的脂肪的话 这样的话 他体这个人体这个保温 还有皮肤那个滋润 我们就说油光水滑 吹潭得负 很有那种弹性 靠什么呀 腐如凝脂 是吧 你看过 练过猪油 看过猪油那个白白的 金银的像玉一样 那种光泽 对人体制最好 可是我们近几十年来 突然就转向了 就开始往那个西方 和科学那个方向去转 一来胆固存太高 他就有一帮文人 就为了配合这种商业的营销 打着科学的名义 就摧毁我们几千年来的传统 说罕足吃猪油是不对的 要得什么什么什么病 所以突然间 我们现在基本上不吃了 你看我们在那个 就是六七十年代的时候 大家去买肉 都要点什么肉 要点肥的 要点肥的 我临床这么多年 我突然发现 我们现在得的病越来越多 高血脂 高血压 高血糖 脂肪肝 现在基本上拎出一个男人 都是四高 还加上一个高尿酸 对 还痛风 高尿酸 我突然发现 这和我们用油 几千年来用油这个习惯 改变有关系 你说吃猪油 反而不太容易这样 举个简单例子 你说 很颠簸长诗 你试试 你拿猪油炒一盘菜 然后拿现在所谓的 混合油炒一盘菜 然后你就洗碗 你不用开水 你不用洗涤剂 你就用咱们的温水 或者开始 你试试哪个洗得干净 为了验证专家的理论 我们准备了一块猪网油 一碗植物调和油 两块同样材质的毛巾 分别将两块毛巾 抹上猪油和植物调和油 静置半个小时后 将它们分别放入两盆热水中 涂猪网油的毛巾 只需轻轻揉搓 就恢复洁净 而蘸有植物调和油的毛巾 揉搓后依然有油渍残留 水面不满油花 由此可以确定 猪油比植物油预热后 更加容易分解 用大油炒出来的菜 第一香 什么叫香 什么叫香 香是你的发自内心本能 你的神喜欢它 对 对吧 这叫香 另外你发现没有 我们现在用的那些混合油 放多少年不带坏的 猪油会坏吗 猪油会坏 哈拉的味儿出来了 对 对吧 想出生有这个 古 不是古代 我一说都成古代的事 以前我们的油放时间长 会有哈拉的味儿 对 现在没有哈拉的味儿 现在某快餐店卖的面包 放四十多天不带坏了 这说明什么呢 说明这个东西很奇怪 为什么这个植物油 这个就不坏了 那个哈拉油是怎么回事呢 因为它有大规模 大工业化制造 大批量制造 就涉及到一个保鲜的问题 保鲜 很多人说自己里面 没有这个没有那个 那我不知道您有没有 我就放那去看 这就跟我有一次到南方出差 我买了一家 它那个牡蜜杆 就海栗子晒成杆了 鲜的咱拿不回来 我突然发现放在阳台 一下天这个蚊虫不定 什么变化都没有 我突然害怕 我就不敢吃的 我不知道它怎么就 能够做成这样 能够做成这个样子 个人观点 不代表大家 我觉得还是反普归真 如果前提是什么 无骨为养 我们回到五骨为养 那个阶段 然后呢 做点这种猪油炒的菜 它又代谢的快 又不在体内 留下这种污泥浊水 这样的话 符合我们几千年 传统的养生之道 说起这个猪油 我们以前呢 就是比如说割块肉 要点肥的 回家自己练 这是用的猪的 一般是皮下的脂肪 其实猪油最香的 是大网膜的油 在哪儿啊 就是在内脏外面那层 就是你看猪的肠子里面 都是覆盖着一层 像网一样的脂肪 这个油炼出来是最香的 这个大网膜炼出来的油 它颜色偏黄一点 它那个 就是炒菜是最香的 我们用它皮下脂肪 熬出来的油 白了 味道还不如这个 猪大肠还可以煎油 不是 猪大肠覆盖着一层脂肪 那现在可能说脂肪肝 脂肪肝 是不是肝区 覆盖的那个脂肪 拿来煎也可以 它不是肝区 它是肝里面 你吃过鹅肝吗 偶尔吃过 鹅肝酱 它是把它的那种 脂肪力充斥到血液 首先会有血脂膏 然后才会有脂肪肝 就是那个脂肪 就停留在肝细胞里面 我发现研究 这个人的血脂过高 还有一种原因 一是用油 再一个就是 我们现在喝了很多碳酸饮料 这个碳酸饮料 什么特点呢 就是它会把寒气 带到你的体内 这种体内 不是说带到你的胃肠内 带到胃肠内 比如说你打个嗝 把它放出去 它是往里面渗的 所以这种寒气 就渗到我们的血液 或者细胞间 人体又觉得它寒 咋办呢 脂肪去包它 我检查很多病人 它那个身体里面 都是一个个小气泡 就好像咱们小时候 以前买的 老母猪 计算器 不是 我以为老母猪 它买一个个气泡 计算器外面包的那些 包的那个小泡 一眼屁啦啪啦的碎裂的 这全是那种寒气 进到体内 先有寒气 然后再有脂肪包裹 这就造成人血脂膏 我们知道洗油腻的盘 得用热水 可是身体它 闹进这么多寒气 它寒 寒了以后怎么 凝固呗 这就造成人的这个血脂 或者脂肪肝 更可怕是什么 这个水啊 是一个活水 就是说我们血液循环 它是氢量的 是吧 有生命力的 你这么抽 有的人抽一管子血 半管子是油 半管子是气 对 有人抽出来是一股气 你知道吗 很多气泡的 半管子油 半管子气 半管子血 提倡鸡尾酒 还挺浪漫 这种油腻的东西 堵塞在哪 人的筋肉 气血都会不通 所以这就是人得 什么心脑血管病的前提 有的人说像什么 动脉中氧性硬化 这些脑梗 脑血栓 这种血液粘稠度过高 我们这个本来清清亮亮的水流动很快 这些变成污泥浊水 这跟人的用油有关 所以我建议大家 第一 五骨为养 然后用猪油 所以你刚才举的那个例子 就是拿猪油和那个油 一起来洗 对 肯定是别的油 植物油更难洗 更难洗 反而动物油好洗 洗不干净 洗不干净怎么办呢 它就像我们用加洗涤剂一样 去洗干净 这个血脂降不下来怎么办 很多人就吃那个酱血脂的药 其实那个酱血脂的药就跟 洗净一样 喝那个洗净一样 喝洗净 但是它坏处在的 血脂降下来 干散又受汗 对 所以暗倒葫芦又起了个瓢 与其这么治 你还不如改变一下自己的饮食习惯 以前传说中 有一种中国人拿来洗手的东西 叫猪椅子 我就很好奇 这个薛老师 这个猪椅子是什么东西 它为什么又能够起到这个作用 我们用的香皂就叫椅子 这个椅子是我们的一个脏服里面的一个服 就是我们的鱼线 鱼线 就是我们用的猪椅子 用的也是 就是猪的鱼线 这个鱼线它是这么个特点 它既是内分泌线 也是外分泌线 什么叫内分泌线呢 就是说这个线底会像血管里面 血液里面直接分泌一种东西 我们管它叫胰岛素 这是降血糖的 对 另外它是个外分泌线 它有开口像消化道 开口在哪呢 开口在十二指肠 它分泌叫蛋白酶或者淀粉酶 它去化解分解 我们吃进来这些油腻的东西 所以你用它的话 老百姓知道它能去污去油腻 对 就拿它来用洗手 这是我们北方人的做法 所以说如果你吃油 吃得不对 会加上胰线的负担 中医专家徐文斌提示 不正确用油 过度饮用碳酸饮料 都会造成胰脏负担过高 容易引发血脂高 一线的功能 这个被损害以后 对内它会得糖尿病 对外呢 它会血脂分化不了 就这样 很多人一线就会 突然进食大量油腻的东西 有人会得急性一线炎 有人会得急性坏死性 出血性一线炎 还有人长期的进食 这种过量的东西 会得一下癌 哦 说就是这个东西 你看帕尔罗蒂 帕尔罗蒂就这样吗 帕尔罗蒂得一下癌死的 你看帕尔罗蒂吃饭 能吓死你 它怎么吃 三只烧鸡吧 三只不止 你看一下它那食骨 所有油腻的东西 它全吃 它为什么那么吃 红烧肉炒回锅肉 对 它就那么吃 吃完以后 等于是把一线的功能 消耗干净了 最后功能受不了 最后得一下癌去世的 所以它长得胖 是因为它身体里面 没有办法把那些垃圾分解 分解掉 化不掉 于是长得胖了 对 食而不化 但它身体又需要 那照这么说 我们是不是油吃的越少越好 就像我前一段时间看报道上 有一些女明星 也是为了保持身材 所有的菜炒出来煮出来 不管怎么弄出来之后 都要在清水里面涮一涮 让它没有一点油水 生活还有什么乐趣 对 这个不要走极端 我刚才前面说了 如果你对外面 不论是植物的这种油 或者是动物油 摄入不足的话 你的精就不足 这是另外一个化精 就是说我们吃五谷里面也有油 是吧 因为我们前面说了 有米油 米精 你看熬豆腐的时候 上面漂着一层就是豆油 再挑一层皮 就是豆皮腐竹 就是它最精华的东西 如果这个东西 你摄入不足的话 你的精就不足 就是说我们皮下都有脂肪 下面就是肉厚的地方 底下揭开 你们都没有学过解剖 我给你们普及一下 皮下脂肪有黄油 一揭开以后就成黄的 我们有句话叫膏荒 黄就是黄油 膏是白的 就包裹脏气的是白的 你可能见过 你看吃过鸡肉 鸡肉底下黄油多 猪肉里面白油多 这些都什么 它有功能 第一保温 第二它储备能量 就是当你精血不足 脂肪会分解 成为一种能量支持你 你像驼风 骆驼在沙漠里 歪人不吃不喝 驼风里面 咱存着呢 把它消耗光了 你就最后枯竭了 换句话说 如果你没有脂肪 或者你消耗光了 摄入不足 那你身体 就很容易出现问题 原来那种寒气 要经过几层 才能摄入到你内脏 你如果没有这个腹 没有皮下脂肪 它直接就进去了 所以我看很多这个女孩子 特别瘦 她上公车得带个棉垫 万一坐在那个冷的凳子上 哇 寒气 直接就下面上来了 很厉害了 因为没有脂肪 寒气功性 在古代欣赏 就是说女性的生育能力 她说一句话叫 风乳肥臀 莫言的小说 也就是说这个道理 就是说你有储备 你有能量 我以前治过一个病人 就是我管他叫有皮无腹 他有一段时间就节食减肥 他就不吃不喝的 最后就搞了自己什么 我们这皮下都有脂肪 一拎还拎不动 他就是一层皮 就一层皮就拎起来 这个后来经过慢慢调养 这才这个滋润起来 所以女孩子想讲漂亮或者滋润 离开这个油脂不可能 是吧 再一个呢 就是说中医理论来讲 你吃五谷化成精 然后呢 这些精有一部分 精来自于脂肪 它就化为这种精的半成品 渗入到骨空里面 这个东西什么呢 就变成了锁 这就是锁 对 这就变成锁 你真正你吃个骨瓣打开 你看里面 一个是锁 里面就是油 是吧 你看那种母乳喂养 母乳喂养那乳汁 你放一会儿成那样 上面就一层油 所以我们去吃骨头状的时候 吃点那个东西就好了 对啊 敲骨吸锁 真正脚要敲开 拿吸管滋溜 你说起来 我想起一个事 前两天一帮朋友聚会 好几个人都糖尿病了 都是中年男子嘛 以前年轻的时候吃得太好 他们说有个观察 说这个男人 比以前屁股胖胖的还好 突然一下子变成很瘦 很像 连钩都出来的 多数都有糖尿病 对 就是那个粮仓啊 没有了 是这样吗 就是储备 中医专家徐文斌提示 脂肪可以保温 储存能量 过分消耗油脂 容易引起糖尿病 大家现在一提油脂脂肪 到现在了 不像我那会儿 还想喝油 现在人们好像就摄入过多 这种摄入过多 咱们俩说着 就是说 一方面他吃得太好 另一方面他吃进去没话 他本能地会厌恶这个东西 所以他对油物 这种油的味道很厌恶 我见过有一些 得胆囊病的和一线病的 就我们得那种油味 一提油脂就 恶心就想吐 这就是说 你设计的东西没话了 一定要把它转化 转化成你的精髓 过度的减肥 我们的身体 会发出什么样的抗议 先张筋 后伤气 最后伤神 千万不要为了所谓 别人眼中的漂亮的你 而用一种很暴烈的手段 来对待自己 锻炼成肌肉难 就一定是好事吗 我刚才那些人做不经历 老保持一种发力的状态 他等于把活肉练成死肉 所以这种人是气血 反而是不通的 1234567 生活处处有残疾 柴米油盐酱醋茶 看似平常的生活 蕴含着深刻的衣礼 欲知详情如何 且听我和梁东为您分解 新春七天 著名中医专家徐文斌 传媒人梁东 连妹作堂 为您把脉调神 科教频道 春节特别节目 新春开门七件事 柴米油盐酱醋茶 我见过那些吃 就是做那种抽脂手术的人 那个场面很恐怖 也令人作愚 它很简单 就是什么 你脂肪多了吧 抽 抽完以后 好像就下去了 而且它那个抽完以后吧 真正减肥 有个最大问题是什么 这个脂肪容易弄走 那个皮啊 不好往回缩 拉拉拉起来减掉 从一股间 你是把那拉皮手术 不做这个事情了 我见一个特胖人 曾经胖过 后来就是 瘦下来以后 就是蝙蝠状 蝙蝠状 他一伸胳膊 那皮就是这样 他以前胖过 他皮搭了到这 蝙蝠霞 就是蝙蝠状 所以这个减肥呢 我劝那些 做抽脂手术人 不要那么减 你胖 有他胖的道理 你找到根上 他为什么胖 慢慢来 脏寒了以后 身体会长脂肪去包裹它 就像冬天那 老太卖冰棍似的 怕冰棍化了 盖成棉被子 你刮一下 把棉被子掀走了 不解决里面的问题 就是得大病 事实证明 很多盲目减肥 或者是做抽脂手术人 最后就伤筋 先张筋 后伤气 最后伤神 很多女青年特别典型 有些女青年吧 年轻挺漂亮的 后来就长胖了 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开始长胖 长胖之后又感到自卑 自卑开始抽脂 一下子身体就垮了 我常常发现有这样的一种情形 对 所以这个世界上千万不要为了所谓别人眼中的漂亮的你 而用一种很暴烈的手段来对待自己 身体发肤 受之父母 不可轻易毁伤 对呀 况且还肥烟寿 干嘛不追求那还肥呢 是吧 对 身体里面的脂肪要是太多了 是不是也不好 太多了 我讲你分体 我们现在老跟自己身体对立 你发烧了吧 哎 你这体温太高了呀 我得降 他不想想他体温太高 对 他是在跟邪气做斗争 有时候你还得支持他 让他更高 是吧 他胖他为什么胖 对 是因为他 那时候他因为我饿 那你为什么饿 对吧 你得解决他根本的问 你不能说你胖我就让你受 这种敌对的做法 最后就是导致这个医化极端对立 最后就是以要对方的命 作为结果 就没有妥协 就没有一个人很同情地看着他说 你为什么胖 你是不是身体需要这个东西 所以我看到很多人就是什么 第一 筋不足 第二 脂肪化成筋的渠道被阻断了 他储藏那么多想化成筋 他又他没化成筋 没化成筋 他又觉得我又应该储藏这个脂肪 然后又开始胖 所以你看那些大胖子 一个个都是精神萎靡的 白天坐上就能睡着 没神 对啊 有物质基础 但是中间那个气那个渠道被阻断了 但是现在有些人 就是为了能够减肥 就大量地去运动 运还是动 就是在健身上跑步 在动 在动 他们不运 对对对 但是我觉得很可怕的地方就在哪了 其实本来身上的气血就不足了 用于滋养内脏肝肾这种地方 血就不够 但是他又为了让减肥 然后拼命地跑 拼命地跑 为了体伤身 对 我接触过比较极端的例子 还有什么 就是你们见过那些练健美的人 见过 肌肉呢 我刚才那些人弱不经风 弱不经风 吹口气都感冒 吹口气都感冒 出过我们医疗 为什么呢 我常常发现这种很容易感冒的 那种人非常容易感冒 他们有一种特殊的食谱 就是燃烧脂肪 他为了显示他肌肉那个线条 他不必须有任何脂肪去遮盖它 对 他就把它燃烧掉 他就忘了那脂肪什么作用 皮下的腐蚀 保护自己的一道屏障 他把它燃烧掉以后 直接就是皮丸就是肉 肉丸就是血脉了 而且我发现有个特点 但凡是练健美的那种人 后来又扛不住没练了 就迅速长胖 没样 通常那些后来长得很胖的年轻都练过健身 其实它是健体 它不是健身 它是健体 这个开始的时候 把一块腹肌练成八块 就把八块练成一块 他们这种观点 跟我们中医是完全相反的 我们认为是肌肉是用的时候 是发力的 它变成叫肌 它在放松的时候 它是软的 我说这只人很肉 就是但是你把它那个软的肌肉 软的肉老变成那个鸡 老保持一种发力的状态 那等于把活肉练成死肉 所以这种人是气血反而是不通的 中医专家徐文斌提示 减肥需要找到肥胖的根源 抽脂减肥最伤身 运动减肥应因人而异 长期保持肌肉发力状态 容易引起气血不通 徐老师刚刚说的这个让我想到 我觉得其实真的很多时候 我们不跟自己的身体对话 就不论他为什么 不倾听他的声音 对 反而是命令他要这样要那样 你不许悲伤 你不许高兴 你不许胖 你不许发烧 对 那我们刚才说完了这脂肪呢 再来说说肉 在饮食结构中 肉类究竟该怎样病味 是锦上添花 不是主食 您知道吃海鲜 一定不能与什么同时吗 您吃螃蟹 还喝凉啤酒 再喝杯茶 摸着店门跳楼自杀 对 吃素的人到底该如何吃油 油必须得加大量 你炒素菜多放油 是吧 炒肉菜少放油 健康而又奢侈的饭 又能在哪里能吃到呢 真正奢侈人都是在家吃饭 所以我说现在提倡健康理念 回家吃饭 1234567 生活处处有残疾 柴米油盐酱醋茶 看似平常的生活 蕴含着深刻的衣礼 欲知详情如何 且听我和梁东为您分解 新春七天 著名中医专家徐文斌 传媒人梁东 联媚座堂 为您把麦调选 科教频道 春节特别节目 新春开门七件事 柴米油盐酱醋茶 油里面很重要的一个就是吃肉 大过年我们也会吃很多很多的肉 那这个每年过年都会有人说 吃肉吃伤了 吃肉吃太多了 这个怎么办呢 这个我觉得从负变成贵吧 它有个过程 现在正到这个坑节上 我们想表达自己这种欢乐和幸福的那种感觉 好像现在唯一的渠道就是通过吃 对 因为吃呢产生一种强烈的占有感 就我们把吃进去了 对啊 就是人和人之间的距离 我明天老讲 对 跟物理距离有关系 从零距离到负距离 到没距离 就远距离到零距离 就亲近了 再亲近到负距离 负距离就把它吃了 所以你会发现说 你很喜欢一个小孩子的时候 你喜欢咬他一口 会哦 为什么呢 就是因为你觉得用咬他这一口 能表达那个比抱紧他还要想进的那种冲动 是吧 零距离到负距离 对 对吧 你说的我比较害怕的 结果也是 就是慢慢变吧 我觉得以前古老马灭国 王国有这么几个原因 对 第一个他们发明了一种药 就是吃完了以后 吃这药就吐 吐完以后不耽误下一顿吃 就是他们的兴奋 那个欢乐点也就在吃上 对 最后就 我说过这个吐 先伤胃后伤心 我见过那些为了保持身材的女孩子都是 又想吃 扣 然后呢 又怕胖 就是先吃 然后扣 貌似很聪明 其实这都是气血逆流倒流 先伤胃 胃吃不下去 最后伤心气 所以古老马就有这么个特点 就是吃 吃完了以后 吐 第二个古老马灭王是 他用那个西湖喝酒 含铅量过高 导致他们那个生育能力下降 第三个就是他们没事 男人老去泡那个澡 洗那个桑拿是吧 对 蒸着自己那个精子的发育成活都很差 这三个灭国原因 那还是说回这个肉 肉我觉得这个红肉里面应该是脂肪油水比较大吧 白肉少一些 中医不那么认为 中医认为肉就跟我们认为五谷一样 首先给肉定位是锦上添花 不是主食 因为您不是那种 您要是那个种 您就生到别的地儿 您要生到这个地儿 您不是吃肉 把肉天天当成主食 挂在吃的 所以肉是下饭 适当的 锦上添花的 绝对不能把它当主食 另外一方水土养 一方人 你这个地方出产什么肉 进海吃鱼肉 是吧 在北面吃羊肉 中间呢 是这个 是黄牛肉 黄牛肉 是吧 各地它这个肉分布不一样 你要看它的饮食习惯 另外我们认肉呢 就是肉有质的差别 不是一个指红和白 脂肪含量低和不低的问题 天上飞的偏热 天上飞的且不在水里待 一待就感冒的 你说鸡啊 对啊 我们经常说这落汤鸡嘛 是吧 落汤鸡会感冒吗 肯定会感冒的 真的吗 会感冒会感冒 为什么 鸡会打喷嚏吗 鸡不知道会不会打喷嚏 但是鸡是不能落水的 跟泥菩萨一样 为什么呢 鸭啊 鹅这种水禽啊 它有一种 就是分泌一种油脂在尾巴上 跟那鸭屁股那 你看鸭老拿它那个鸭嘴 坚硬的鸭嘴 咬它那个屁股上 那个油脂分泌线 咬出来油脂就均匀 涂抹在自己的身上 所以它那个羽毛不沾水 水过鸭背 就是没事 鸡没有这功能 所以鸡一落汤了以后 就是那个湿淋淋的 就连毛带水的 全是那样 所以不是水禽的 是热性的 而且入心 你如果是个平常人 你不是个心气不足 那种特别哀 特别怨的一个人 那你就找平衡 那我们就用什么 相对阴寒的食材 去炖它 所以我们中国人吃鸡 从来都是小鸡炖蘑菇 蘑菇不就要寒凉了 寒凉 蘑菇你看长的地方 你看那个生长环境 你就知道它 太阳一出来蘑菇就完蛋了 是 对吧 这是一类 我们说补益新活的 那补益胜水的呢 猪肉 猪肉为什么那么香 你吃这个菜 吃那个菜都比过猪肉 对 猪肉呢 最补益人的圣经 就是你说吃猪油拌饭 或者猪肉炒菜 特别香 吃猪肉多的是聪明 是吧 精 他聪明不聪明 看看能不能把这个精化成 气和神 吃猪肉多了 变成一身当肉痰 他也不聪明 对 反正越吃越喘 是吧 吃这个猪里面 补益人的圣经 最厉害就是 质量最高的是 猪脑子 我以为是猪腰子 你知道猪腰子 我知道 中医有话叫 肠经的地方 一个是脊髓 脑髓 骨髓 剩下就是五丈 就是你吃不到这些髓 那你就吃它的下水 它肠经也很多 中国老百姓 就是咱穷吃不起 人家富贵人家吃的肉 你们不不要这些 边角废料吗 我们要 所以你看羊杂汤 或者猪的这些下水 肠耳肚 腰子 对人的肾经不易 特别好 碰到一些 就是肾经特别伤害了 肾阴不足了 有些人就是脱头发 就是手脚心发烧 还有人就是老人 就轰一下热 更年期那种症状 还有人就出现一种牢病 像林黛玉那样科学 它的阴晶伤害了 我们有一个重 我们有一个特别著名的 补的方子叫大补阴间 大补阴间 用的主料你猜什么 什么 猪脊髓一条 但是老百姓知道 这叫腔骨 对吧 腔骨和排骨的区别 就是腔骨里面有脊髓 所以这个它滋补 声音的效果特别好 前提是您老人家 真是阴虚 肾经不足 您本来就是一肚子油水 那么胖 然后您再吃这个腔骨 那不行 那会有什么结果呢 结果就是变成痰 就堵在那 有好多人睡觉 打呼噜 就是弹阻气道 那都是什么 没化掉的你的筋 那个 那个 学老师以前跟我们讲过 说这个猪脑子啊 如果不合适的人吃的话呢 会太阴寒了 对 凉 太寒凉了 反正知音的东西都是良性 它能起到你知音效果 首先你把它化掉 然后转化 如果猪脑子吃的不对 我看现在好多上锅地方 都上一片一片的猪脑子 我看有些人就吃 我就跟他说一声 我说您要是性功能还行 您就吃 您要是那方面不行 趁着别吃 那东西吃了以后 有的人会养尾的 哦 这样子 你说是补肾经了吧 其实起来起不来 是心和肝的事 有没有是肾经的事 中医专家徐文斌提示 鸡肉属热性 一配寒冷食材烹饪 猪脑是最佳补益肾经之物 我发现有个形形 很多人吃海鲜的时候 又吃蟹的时候 在喝茶会肚子疼 对 我好几朋友发现过这样的事情 满地找牙筒 茶是寒性的 对 螃蟹又是寒性的 古代人吃螃蟹 你去看红楼梦 你看古代人怎么吃 它清清楚楚的记载 都是烫着黄酒 拌着姜末 对 然后吃螃蟹 黛玉吃了一口心口味就疼 嘉宝玉说 看来黄酒已经不足以抵挡这个行 给药了白酒 喝欢皮泡的白酒喝 喝下来才喝 所以您吃螃蟹的时候 你烫乎黄酒或者是温乎白酒 没问题 您吃螃蟹的时候 还喝凉啤酒再喝杯茶 再来杯菊花茶 你不肚疼才惯 属于摸着店门跳楼自杀 双保险 双保险 所以我觉得还是要增加一些知识 因为现在很多人是吃海鲜火锅都是喝啤酒的 这其实是导致了非常大量的痛风 不过说到这个地方 我有个技术性的问题想问一下徐老师 我们在临床观察当中发现很少有女性得痛风的 一般都是男的得痛风 你什么时候见个女的得痛风的 这是为什么呢 绝经以后容易得 那说明跟这个例价有关系了 跟例价有关系 每个月定期排出一些污血 以后注意防止痛风 对啊 真的 痛风的一个疗法就是放血疗法 你没有那个通道 人家给你照一个通道 痛风就是阴寒的物质 已经不是气了 就是西医叫什么尿酸什么的 我们叫阴寒的 酌性的那种 痰酌和淤血已经进到血里面了 而且得完痛风的人 很容易下一步就诱发这个心脑血管病 有人就痛风完了以后好像好了 但是下一步就脑梗 对啊 所以痛风一定要不要去吃这种阴寒的东西 中医专家徐文斌提示 海鲜为致寒之物 吃螃蟹需要搭配黄酒 姜末等热性食材 吃螃蟹不能喝绿茶 定期排除污血 有助于防止痛风 说回来这个吃油吃肉这个话题 我觉得就是现在吃油和吃肉变成一种意识形态 就是说好像我们在仇恨那些东西 油和肉包括猪油变成是 是我们在灵魂深处反对它的 你觉得不觉得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一个社会变迁 你看毛主席说这个人用脑子过度困了 对啊 把红烧肉 那红烧肉就很地道 非常好的补益脑石的药 就是我们中医把这个猪归到肾经里面 然后你到冬天做腊肉 然后再发酵一下 再炖点豆腐 那这对肾的补益是太好了 是吧 所以真正吃饭 现在人吃饭已经畸形地往那种变态的心理上走 我这顿饭得多少钱 喝多少钱的酒 他现在吃饭已经完全脱离了所谓的营养和养生了 社交行为 是社交行为摆那个谱了 而且记住 皇帝都是摆这个传扇摆那谱 摆到谱最后把自己干掉 咱们现在还是讲究营养 其实花不了多少钱 做得很精致 这我们说猪肉是补肾的 平常我们吃那羊肉不干的 伤寒论有一个最著名的方子叫当归生姜羊肉汤 当归生姜羊肉汤是伤寒论中用来治疗寒膳的食疗药方 制作当归生姜羊肉汤 需要将羊肉洗净切成小块 清水烧开汤烫羊肉 并撇去汤中浮沫 当归加水上锅蒸软 再与生姜片一起加入羊肉汤中小火炖煮 待肉质松软后加入少许盐 味精和适量胡椒粉调味 也可根据个人口味加入香葱或香菜末 此汤可以防寒保暖 是北方冬季滋补的佳品 一二三四五六七 生活处处有残疾 柴米油盐酱醋茶 看似平常的生活蕴含着深刻的衣礼 欲知详情如何 且听我和梁东为您分解 新春七天著名中医专家徐文斌 传媒人梁东 联媚座堂为您把麦调选 柯教频道春节特别节目 新春开门七件事 柴米油盐酱醋茶 你到北方生活过 你就早晨喝碗羊汤 你这一天热而乎乎的 不然的话 那风就觉得从皮咬钻进来就刺骨 所以这个羊肉呢 对肝筋的温补作用特别好 女人痛筋 肚里面抽着筒 当归生姜羊肉汤 你说这是药吗 根本就不是药 所以这个羊肉对女性的滋补作用特别好 所以男人如果肝气肝血不足的话 吃点这个羊肉羊汤特别好 我们老家最著名的小吃羊杂汤 就羊的那些杂碎 我以前看那个 陕西民歌上白羊肚手巾头上带 我就问我妈 什么叫白羊肚手巾 吃那羊杂汤 一看那羊肚翻过来 那根毛毛 这叫羊肚 羊肉是对 就是生活在比较冷 偏北的这些 我们汉族 就是中国人 滋补效果特别好 不是 如果您的肝火旺 那对不起 羊肉您趁早就别吃了 对 吃完以后就冻 中医专家徐文斌提示 红烧肉可以补一脑髓 羊肉对肝精有温补作用 肝火旺不适宜吃羊肉 说到此处 我突然想起这个 关于油这个事情 现在市面上有很多新闻 说这个油 这个不健康 那个不健康 说这个很多的油 是压榨的过程有问题的 我们认为越简朴 回归自然越好 我知道的 做油的方法 比如说植物油提炼 古代有物理 就是用纯物理的方法 就是把它比如说炒熟了 然后把它压出来 就是物理的方法 前一段某一个油厂 做那些茶籽油 有致癌物质 它还死我不承认 最后这个工艺就是 这个问题就出在那个工艺上 化学萃取 它有一种化学制剂 把里面的油脂 就是 自换出 融火 制换 然后再通过另外一个方法 把它这个剥离出来 这样的作用的目的是什么 多点油脂 就是出油量高 所以我现在用的油 我们老家以前用的油 是胡麦油 胡麦油 胡麦油那个籽特别小 但是它炸出来油特别香 但是这个油有什么特点 它油烟大 地炭不环保 就油烟大 不能搞截然减排 油烟大的话 就说明它里面含有一些 杂质 它这种物理方法 萃取出来 它有杂质 但是它可爱之处 就是因为它有杂质 就是我的建议是 你当地出产什么 你就用那个油 前提就是说 在你的其他的摄入量 均衡的情况下 你用这个油 我小时候吃过最难吃的油 你们都没想象过 什么油 好像叫毕马子油 毕马子油 就是有一段时间 油就供应不上 就突然就说 这个油我们就供应这个油 叫毕马子油 那个油砸出来油饼 就让人就是 恶心那么缺油状态下 闻那个油味都想吐 我那个年代有这个记忆 再一个现在就是 大家有条件接受到国外的很多油 对 比如说橄榄油 还有什么红花籽油 都很贵 大家有时候为了说养生 健康就买这些油 我们不是讲究回归自然 亲近传统了 我们就吃我们 我爷爷吃的东西 对 起码是吃我爸吃东西 那刚听两位专家聊了这么多 我觉得是不是可以这样理解 比方现在电视机前 有很多叔叔阿姨都吃素 那吃素的话 不吃肉 没有这方面的摄入了油 是不是就应该多放 没错 反而不是应该少放 对 这人是平衡的 我们 我12月份 我去杭州开会 去那正好 人家好朋友 安排的人接待我们挺好 正好那天冬至 给我们做了一盆子那个面 素面 里面有青菜 有蘑菇 一层油 但是那顿饭吃得真香 首先饿了 因为那个地方 从杭州开车 得走两个多小时 一个多小时 将近两个小时 然后到那又爬了半天 爬了这沙 然后到那 所以吃素的人 这个油必须得加大料 而且他有个什么问题 他不吃荤油 他不吃荤油的话 这个素油一定要跟着手 所以你吃菜都很油的 很油 而且平常我们做饭也有个特点 你炒素菜多放油 是吧 炒肉菜少放油 就是这样 它自然有平衡 中医专家徐文斌提示 物理方法压制的油最健康 吃素的人需要加大油的摄取 再一个我就想要恢复知觉 你对油的喜爱 油你特别需要 前往那种想喝油的那个状态 油就是有的油你想吃 有的油你不想吃的那个状态 有的干脆就厌恶的那种状态 这种都是身体的一种本能 你别读着书去吃饭 根据自己的感觉 说起来这个我想起来 当今中国有两个很著名的菜 一个是香辣蟹 一个是水煮鱼 水煮鱼想多恐怖 那是一泡油 进口油 外国的油 那都很奢侈了 所以现在我的感觉就是 真正奢侈的人都是在家吃饭 真正请朋友吃饭都是家业 对 自己做 这个是对家里的太太提出的要求 不 你可以请厨师 对啊 但是你得做监制啊 家里这个太太的品位啊 能够指导这个厨师 一定菜谱 家里的地位就出了 对 如果嫁错一个男人毁一辈子 你娶错一个老婆 毁三辈子 儿子孙子都他养的你知道吗 所以女人很重要 母亲的教育是很重要 她母亲的素质 决定一个民族的素质 因为她跟孩子待的时间最长 所以我说 现在提倡健康理念 回家吃饭吧 常回家饭饭 是吧 回家饭饭 回家饭饭 好 谢谢两位专家 给我们今天带来这么多的知识 那今天这个油呢 我们就先和您聊到这儿 明天我们接着来说说盐 民以食为天 菜以盐为本 我们来说说这个百味之祖的功效 请您记住啊 从大年三十到初六 我们三个人都将在这儿 与您相约在 健康大智慧的新春特别节目 柴米油盐酱醋茶 平凡之物有非凡之用 感谢您的收看 明天同一时间 我们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